今天平日森牧师的广播 在这个末世 上帝希望我们的家人得救 如果他们尚未得救 上帝很强烈地要我跟你说 让你的家人和孩子得救 赞美主 家里的男士 身为一家之主的你 永远是父亲 如果父亲是非信徒 当然母亲是会扮演这个角色 不过上帝主要是对父亲们说话 父亲是家庭得救的决定性因素 看看创世纪七章第一节 耶和华对罗亚说 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你和你全家 是你的整个家庭 因为我见你在我面前试过二人 不是他的全家上帝没有说 我见你和你全家都是二人 只因为一个二人 他全家都会蒙福 因为在这世代中 我见只有你 丹素在我面前试过二人 祝福降临在这个家庭 因为有一个二人 上帝对这个人说 要进入方舟 方舟是基督的预表 救恩和避难所的地方 同样也是末世的写照 是末世的写照 在末世 在上帝审判地球 和发送洪水之前 人们生活在大洪水之前 在一个撥溢的时代 上帝看见人的罪恶 上帝因他看得人 终日心里思念的邪恶而忧伤 但是上帝还没准备好审判他们 上帝总是迟迟不肯审判 让我和你说 整本圣经里面 很多人认为上帝的审判很迅速 其实 他是不轻易审判 不轻易发怒 在审判所多玛和俄摩拉之前 他去找阿伯拉罕 想他和他们求情 阿伯拉罕恳求 上帝 你若找到五十个二人 会因为五十个二人 随灭那个地方吗 上帝说不会 你若找到四十五个二人 会因为四十五个二人的缘故而毁灭吗 上帝说不会 如果我找到四十五个二人 我不会因为四十五个二人而毁灭 一路下降到十个二人 上帝 假如在那里找到十个 你会毁灭 所多玛和俄摩拉吗 上帝说 如果我在那里找到十个二人 我因这十个的缘故也不毁灭那城 可惜当时只有一个二人 他是一个被打败的二人 他叫罗德是阿伯拉罕的侄子 当时那个城只有一个二人 如果是阿伯拉罕能够争取到一个二人就好了 上帝可能是会赦免这座城市 Amen 上帝正在等待人们 好像在法庭上那样 Amen 为有罪的人狠求 即使这个人应该被审判 但上帝仍然正在等待 在这里要感谢上帝 今天我们有一个 完美的代讨者在天父的右手边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上帝并没有毁灭这个城市 Amen 我们还未进入审判的日子 正如我上个礼拜分享 我们仍然处于恩典的时期 赞美主 Amen 上帝总是不轻易审判 不轻易发怒 Amen 他会派遣一个又一个的使者 一个又一个先知 来到警告子民 最后他会说 杯子二门 在那时 上帝以洪水的形式审判 在那时 上帝对一个人说话 这个是何等甜蜜 罗亚 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我见只有你在我面前试过二人 我见只有你在我面前试过二人 因为一个人 整个家庭都蒙福 我想对你说这句话 属上帝的人 Amen 身为一家之父 你是全家人的领袖 你知道今天 你全家都蒙福吗 无论你在家庭中看到什么祝福 他们都是蒙福 是当然 直接来说是主耶稣基督赐下的祝福 但是上帝不会违背自己的原则和道路 因为你 因为你是二人 Amen 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你跟随了上帝 赞美主 所以你整个家庭都蒙福 上帝的心意并非将救恩给一个人 而是祂的整个家庭 上帝想代代相传 当上帝祝福阿伯拉罕的时候 上帝说 我必赐福给你 和你的后裔 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Amen 我知道后裔主要是指基督 但是在很多其他地方 他也是指后代你的后代 雅各同样的应许 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必将蒙福 Amen 一路走来以撒雅各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 祝福继续临到他们身上上帝的心意 一直是要将这份祝福代代相传 Amen 一代有一代 赞美主 我们必须像上帝这样思考 什么是圣洁 圣洁就像上帝一样思考 赞美主 爱他所爱的 恨他所恨的 与他一起流动 赞美主 实际上你是圣洁的 我们都因为基督在十架上的死而成为圣洁 这是我们的位置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 以及上帝如何看待我们 他有一个外在的工作 如何做到呢 用上帝的想法思考 在哪里找到上帝的想法在他话语当中 我正分享上帝的想法和合时的话语 适合这个季节的话语 上帝正在对我们说什么呢 祂想你知道 魔鬼是要 找住你的家庭 祂想追赶你的家庭 魔鬼想摧毁你的家庭 祂想阻止对你孩子敬虔的影响 甚至在他们开花和学习之前 魔鬼想阻止 祂想扼杀萌牙 阻止他开花 为什么 因为祂知道这个种子 还在你孩子内心的那一刻 是很难跟随 圣经说 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 就是到老 他也不会偏离 这个很有趣 有一天我查阅希伯来文 我发现希伯来文其实是说 训练孩子的方式 是他的嘴 呸 这个字 希伯来文是指嘴 训练孩子的方式是他的嘴 是什么意思 意味着什么 好像日常生活 无论你放什么在孩子的嘴里 我说的是食物 即使是甜的食物 孩子一开始会反感 后来开始喜欢上他 这是被培养出来的口味 就像我们喜欢母亲的烹饪一样 阿们 无论有多大年纪 无论我们是五十多岁或六十多岁 仍然喜欢母亲的烹饪 或者是喜欢从小吃到大的食物 不管是什么食物 无论我们已经重生 无论旧事如何过去 我们仍然想要那些伴随着我们成长的食物 这个品味仍然是我们的一部分 上帝说 属灵上也是这样 培养孩子口中的品味 阿们 确保你放入属灵的味道 所以上帝的儿女请听好 阿们 你有孩子 你在家中是有权威 以敬虔的方式去影响他们 确保他们能够参加盘石儿童事工 我们的主日学叫做盘石儿童 阿们 每个礼拜日的儿童教会 我知道这个不只是礼拜日的活动 而是每天的 我意思是让我们从那里开始 阿们 带他们参加 告诉他们必须要收睇 他们想玩电子游戏 结束之后才能玩 跟他们说上帝是第一位 你教导他们慢慢品尝 起初他们说 我感觉不到快乐、喜悦和乐趣 他们可能会说这些无聊 其实一点都不无聊 让我和你说 我自己很喜欢收睇盘石儿童 和儿童崇拜 孩子们讲各样的说话 就好像放他们在自然里面 所有的孩子都需要自然的好处 我们过于城市化 意识不到进入大自然的好处 例如郊游 你把孩子放在大自然之中 他们会焦躁不安 没有电子游戏 必须有些东西打发时间 过一会儿 就会不觉得无聊 他们开始放松减压 观察小小的蜻蜓 或者是蝴蝶 开始留意周围的事物 原本上帝创造人 就是要在这种环境里生存 不要忘记 阿们 但世界已经变得如此成事化 我们失去了这种来自大自然的好处 你让孩子体验 什么体验都好 你能够让孩子体验的最好事物就是 你们要亲自体验 就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 是不是很了不起呢 上帝会说 亲自体验 尝试 对凭信心行事的人来说 我们会说 不是 我们凭信心而行 阿们 上帝是美善的 但是上帝 却在这里说 用我们的五观 亲自体验 阿们 我知道这是属灵的体验和感觉 尽管如此 上帝是用人类的方式对我们说 他希望我们亲自体验和尝试他的美善 让你的孩子尝尝他的美善 赞美主 就像食物 他们试过就不会回头了 赞美主 他们可能会误入歧途 但总会回来 因为他们已经试过主的美善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当你得到祝福 告诉他们原因 赞美主 魔鬼想得到你的孩子 不要让他得逞 圣经说魔鬼走来走去 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不要让他吞吃你的孩子 当摩西对法老说 让我的人民离开这女 法老预表着撒旦 他有四次妥协 其中一次是在春埃及记第十章 在那一章 我们发现以色列人的住所都有亮光 是在上帝向埃及发出博灾之后 于是摩西和阿伦被召回来 到法老那里 法老对他们说 你们去侍奉耶和 你们的上帝罢 但那些要去的是谁呢 摩西回答 我们要和我们年少的与年老的同去 要和我们的儿女同去 也要和我们的羊群和牛群同去 因为我们必须向耶和华首折 留意他说 我们要和我们年少的同去 要和我们的儿女同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必须向耶和华首折 人们会说 你要向耶和华首折 年轻的去不去不重要 对吗 这就是法老的理由 你想去就去 为什么要带小孩呢 阿们 今天人们说 每个礼拜日都要孩子去教会 或者收看网上的盆石儿童 难道他们不会觉得律法 或者形式主义吗 你经常领圣餐 他不会成为一种形式 一直都是魔鬼将这种想法放进你的思想 弟兄姐妹 这个不是摩西的想法 摩西说 我们要和我们年少的同去 要和我们的儿女同去 请留意我们 不单只是我 不单单是成年人 我们 我们的孩子 包括小孩子 因为我们必须向耶和华首折 Amen 带他们去教会 赞美主 如果他们不喜欢 Amen 给他们试一下 他们会喜欢的 他们最终都会喜欢他 生命中其他的一切 甚至吸烟 第一次吸烟的人 总是觉得烟是令人争护的 发觉自己根本不喜欢他 OK 我说的是第一次吸烟的人 通常他们不喜欢第一次的体验 在后来觉得很有型 他们觉得吸烟很好 能够让人放松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吸烟 喜悦是随后才来到的 喜悦不会马上就有 等我和你说 他们现在上瘾了 当然有一种更好的方式 可以保持冷静 而且是没有任何后遗症 没有肺癌 也没有长期吸烟 而带来的疾病 弟兄姐妹 我想跟你说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如果我们领受这种平安 有平安的信徒是怎样的呢 松容不逼 非常冷静 Amen 世人采用了一个来自圣经的术语 圣经有一节经文说 聪明人 心平气和 这个词语正是指松容不逼 他有一个松容不逼的灵 赞美主 松容不逼 这个字其实是来自于圣经 没有人能够真正松容不逼 他们投射出松容不逼的形象 但在内心深处 很多时候 你若得罪他们 他们就会发脾气 脾气暴躁强人所难 各位 没有耶稣 你不会松容不逼 赞美主 哈利路亚 来啊 上帝通过摩西 命令法老 放我的子民离开 祂拒绝了法老问 要去的是谁呢 我们要和我们年少的与年老的同去 要和我们的儿女同去 因为我们所有人 因为我们必须向耶和华首折 看看法老的回应 是撒旦的回应 法老说 我让你们和你们的孩子离开的时候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请留意 你们要谨慎 因为有和患在你们面前 然后祂想了一会儿 不可以这样 只有你们的男子可以去 侍奉耶和华 即是什么 将你的孩子留在埃及 只有你们的男子可以去 侍奉耶和华 因为这原是你们要求的 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赶出去 他们被赶出去之后 圣经说那时摩西祷告 上帝派出了蝗虫 弟兄姊妹 请留意撒旦的妥协 祂会说你去 但是留下你的孩子 换言之 你们这些男人去 你们都知道首折的意义 你们都知道礼拜日去教会代表什么 但要把孩子们留下 不要那么激进 不要那么狂热 来啊 留下孩子 反正他们不明白将他们留下 换言之把孩子们留给我 真是很奇怪和可怕 父亲们正在旷野中以玛拿为食 吃地上的粟米 但是孩子们是吃着埃及的韭菜 大蒜洋葱 朋友 你已经尝过上帝的美善 恩典恩惠 Amen 圣经中的内容让你惊叹不已 哇哦 Amen 上帝给你的启示令你很兴奋 你的儿女应该品尝这些 Amen 世上的食物无法喂养和满足他们心中的饥饿 是 表面上他们可能并不渴望上帝的话语 但他们深处是十分渴望的 他们可能沉溺于毫无启发性的习惯和行为 那些只能够带来短暂的快乐和解脱 并不长久的 因为满足不到他们真正的需要 上帝说你们为什么追求那不是食物的呢 为什么追求无法喂养你的东西 上帝说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 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 使你们的心灵享受肥金赞美主 所以我们的心意并不能够住在上帝应许的嘉南地 这个牛奶与物之地Amen 即是今天基督徒的生活 赞美主我们不能够渴望嘉南地 却忽视孩子将他们留在埃及 这个是可怕的反常现象Amen 你喜欢那里的玛拿和这片土地的出产 当若书雅和所有人进入这地 玛拿就停止降下他们却吃嘉南地的出产 其实是小麦 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写照 你在上帝的话院里面 已经以不同形式品尝到他的味道 赞美上帝 你怎能够把你孩子留下呢 埃及的食物令人腰酸背痛 你留意到圣经提到埃及的食物 西瓜、韭菜、葱和蒜都是地上的食物 必须弯下腰去执起他们 你必须弯下腰去执起他们 嘉南的食物 流奶与蜜之地的食物 都是毫不费力的 你可以轻松扎下他们 就在你的水平位置 毛花果、石楼树、葡萄树 都在你的水平高度 甚至小麦也长得很高 收成的时候 长得很高的小麦垂下来 你可以轻松扎下 就像耶稣的门徒走过田野 他们可以采摘成熟的墨水 甚至是立即食用 上帝想我们吃马拿 以及地上的小麦 这些都是很容易 这些图画代表着 我们很容易摘取嘉南的食物 不会令人腰酸背痛 但是世上的食物是会的 我们认为魔鬼想你以为 在上帝话语中找食物是很困难 而在埃及能够轻易得到大量的食物 只需要按一个按钮 就可以看到你想看到的各种信息 其实是令人腰酸背痛 要你弯下腰 会为你带来抑郁、忧虑和烦恼的负担 你会感到孤独 你会感受到那些上帝从来不希望你体验的各样感觉 因为上帝希望你拥有这地的最好 Amen 上帝甚至将暗春带到埃及 圣经说 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吹起 把暗春由海面挖来 散落在以色列人的营地 这些暗春太累了 上帝说暗春离地面若有一公尺 暗春四处乱飞 你只需要炒住他们 Amen 那一晚你能享用孝暗春 上帝准备好所有食物 你只要用轻松的方式去接受他们 你不需要挽要 努力做令人腰酸背痛的工作 这是世界的食物 确保我们的孩子被基督慰养 Amen 我们天上的玛拿 确保他们能够看到关于他的东西 当然 不要只是依靠盘石儿童 或者主日学事工 而是整个礼拜 圣经说 如果你想在地上体验天堂 Amen 生命记第十一章说 像天福地的年日 你起身对孩子说这些说话 行在路上躺下或是起来 Amen 每日散步的时候 以生活中简单的事物讲述耶稣 那里的上下文 因为他们是在律法之下 上帝说要谈论律法 若果你仔细阅读希伯来文 那里有耶稣的签名 Aleftaf 上帝说讲论Aleftaf 讲论耶稣Aleftaf Alef 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 Taf 是最后一个走自经文说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起初上帝创造Aleftaf 天地 换言之Aleftaf 是圣经第一字经文的七个希伯来字的中间 他在希伯来圣经 是没有被翻译出来的 有一次我在以色列问朋友 为什么你认为他没有被翻译出来呢 他不是信徒 他说这是一个标志 标志着某种东西 他说这个标志着某种意义 想象一下耶稣在拔摩岛向使徒若汉显然 耶稣说 我是阿拉法 是阿拉法 阿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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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阿拉法 阿拉法 很明显 耶稣不会用希腊文对犹太人同胞说话 希腊文是新约的语言 是为我们所翻译的 耶稣会说希腊来文 阿拉法 阿拉法 用的语言就会是 我是Alef 和Tav 我是A 和Z 我是A 和Tav 阿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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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名就在那里 当你对孩子说话 说耶稣 当耶稣为你做了某些事情 告诉孩子 你看到例子 告诉他们 前几天我和Justin 说 科学家 如何在日食的时候研究太阳 我说 上帝总是从黑暗中带出光明 世人认为这是黑暗 要寻找这个亮光 上帝总是从黑暗中带出光明 赞美主 Amen 你在日常事物中寻找机会 他喜欢宠物小精灵的游戏 我说 你知道比起所有宠物小精灵 谁拥有最伟大的力量 当然 他们总是谈论最强大的小精灵 最强大的那一位是耶稣基督 全能的 Justin 想象一下 每天都有机会 甚至他们的游戏和生活的职责 和功课 你可以找到机会谈论耶稣 Amen 甚至提到耶稣的名字 都会让他们尝到 看到主的美善 我们不需要向孩子 解释太多耶稣的细节 还记得你如何经历耶稣 不是牧师吸引你多少 关于他奇妙和美丽的细节 而是圣灵传授给你的一种感觉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牧师可能说他是很奇妙 圣灵会加以展明 是何等美妙 美丽的属性 就好像你已经知道 我记得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教会的时候 我大约是四岁 仍然记得那一次 我走入那幢大楼 当时是有教会崇拜 我一走进这幢大楼 参加教会崇拜 我仍然记得自己在这一间教会 第一次听到诗歌 当时是圣诞节 他们唱 那是我听到第一首歌 而且被深深吸引 我在那间教会 感觉到耶稣的同在 我知道教会不是建筑物 我一走进那幢大楼 在播放的诗歌之中 我就感觉到上帝的同在 还是小孩子的我 无法向母亲解释 但我知道我知道 我感觉到我爱 我适应了因为内心告诉我 这就是他的全部意义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 喜乐和喜悦 一个四岁的孩子 当然后来我误入歧途 在十几岁的时候 我才相信主耶稣基督 并接受他救恩的礼物 但是那个印象 留下了一些东西 要让你的孩子们去接触 你永远不知道 圣灵如何触动他们的灵 Amen 并留下印象和启示 让他们去尝试主恩的美善 Amen 赞美主 撒但为了得到这些孩子 祂说 你们这些大人 必须更深入研究上帝的事物 但你知道吗 留下孩子们 不是 我们都要去 摩西是这样说的 赞美主 感谢耶稣 Amen 现在我想跟你分享 主最近对我说的说话 几多次 我们可以读到圣经的一部分 却从未看到 我从未听过有人宣讲 或者分享这个 我读过这个部分很多次 但这是第一次 轮片从我眼睛跌下来 是这个故事 耶利哥 约书雅和耶利哥 探子 和那俠 现在非常有趣的是 因为我已经读过很多次 但从未意识到这件事的特别之处 在我开始之前 再为大家展示一下背景 耶利哥预表着世界 事实上 约书雅的名字是希伯来文 意思是耶稣 我们的主耶稣 对吗 所以主正要回来 耶利哥预表着世界 耶稣的第二次降临 是要审判地球 祂在地上建立公义 和和平的统治之前 第一部分是审判 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 请留意 就像我刚才所说 上帝不轻易审判 上帝不轻易发怒 甚至在审判耶利哥之前 祂做了什么 四十年前 祂允许他们听到祂 如何善待子民 祂允许他们听到 这样他们就可以悔改 因为上帝的尾线会引导你悔改